随着夏洛特公主的年龄增长,她正逐渐从爸爸的女儿蜕变为更加依赖于她母亲威尔士王妃·凯瑟琳的角色。 那些与王室关系密切的人士已经注意到,夏洛特与凯特之间构建起了一种特别亲密而温馨的关系,这令人想起了凯特与她母亲卡罗尔·米德尔顿之间的默契。 近期,了解剑桥家庭内情的一位知情人分享了一些感人的洞察,揭示了凯特是如何积极参与培养与她七岁女儿之间关系的。 该知情人表示,凯特喜欢与夏洛特在一起,她不仅确保传授教育和引导,还确保他们一同享受乐趣。 这特殊的母女情谊得以通过私密的冒险和远离公众目光的宝贵时光而加强。 夏洛特和凯特钟爱的其中一项秘密活动是在伦敦豪华酒店里舒适地过夜,点了许多美食,然后依偎在一起观赏他们最喜欢的电视节目和电影。 他们感觉就像是一对普通母女,在女孩子的夜晚里尽情享受。 每隔几个月,他们就会离开王室,参加这些低调而亲密的聚会,这已经成为一种仪式。 这种轻松的环境让凯特和夏洛特能够完全放松,远离一切责任和干扰。 除了在酒店过夜,知情人还透露,凯特经常带着夏洛特和他的同学参加城市文化活动。 去年,他们在皇家歌剧院观赏了芭蕾舞剧《灰姑娘》的特别演出,女孩们从头到尾都被深深吸引。 知情人骄傲地指出,凯特真的在培养他的女儿对艺术的欣赏。 然而,凯特和夏洛特的母女时光并不仅仅局限于伦敦的繁华。 他们在简单的家庭活动中也找到了欢乐,比如在圣诞节为邻居们制作手工礼物。 夏洛特非常喜欢艺术和手工活动。 而凯特也喜欢加入其中,你经常会看到他们俩在厨房里发挥创意,最后制作出一些特别的自制卡片和点心。 知情人欣然透露,凯特和夏洛特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可爱的可卡犬奥拉。 知情人揭示,对奥拉而言,这两位女孩是最重要的。 他们陪她散步,在花园里玩街球游戏,甚至给她梳理毛发。 看到他们三个依偎在一起午睡的场景,真的很温馨。 夏洛特对奥拉宠爱有加,积极参与照顾她的日常需求,这进一步增强了母女二人之间的合作和责任感。 消息人士还指出,在剑桥王室,夏洛特经常目睹凯特为各种王室活动做准备的场景。 即使在很小的时候,夏洛特对时尚和风格也有敏锐的眼光。 她喜欢在凯特书头和化妆的时候与她坐在一起,提出自己的时尚见解。 这已经成为他们参与活动前的一种仪式。 尽管母女二人无法像普通女性那样在商店购物,但他们确实享受一起在凯特的iPad上浏览最新时尚的乐趣。 夏洛特的品位真的很高级。 但她和凯特都喜欢在网上购物,制作属于他们自己的时尚搭配,以此为乐。 显然,凯特把与夏洛特的关系同样放在首位。 由于威廉经常出差,夏洛特更加依赖她的母亲,这为她带来了莫大的安慰。 凯特对这个小女孩的宠爱可见一斑。 她正在策划着未来两人的假期,希望在夏洛特成长为年轻女士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她们之间的关系。 回想起凯特和她母亲卡罗尔之间一直以来的亲密关系,看到威尔士王妃和她活泼的女儿夏洛特公主之间建立起愈发深刻有意义的联系,不禁让人感到心乱。 她们那活泼儿接地气的母女关系,无疑将成为她们共同度过未来挑战的强大支持。 此外,常人可能难以体会,完全没有私人时光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长时间处于这种环境无法得到喘息,很可能会对人的精神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而凯特在意识到这一点后开始费尽心思地为自己找寻独处的机会。 以凯特的人气和知名度,几乎只要她出现在公众场合,就立刻会被人认出,哪怕她并不像某些王室成员那样喜欢带着保镖,大张旗鼓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曾经凯特曾尝试乔装打扮,出门去一些她感兴趣的地方,比如她曾被发现独自出现在伦敦皇家学院举办的大卫,霍克尼展览上, 因为凯特本身就是艺术史专业,对这些展览非常热衷,但在身份被发现后,凯特不得不在现在安保人员保护下迅速离开。 据王室传记作家蒂娜·布朗透露,凯特为了躲避记者和民众,不得不将闹钟设定在凌晨, 她会一大早偷偷溜出肯心顿工,去那些能够让她感到舒适,缓解情绪和心情的地方,享受私人时光,这可以帮助她缓冲身为王妃的压力。 但现在凯特连这点喘息的机会也没有了。 凯特失去这种特殊的休闲方式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就是因为她有了三个孩子, 乔治王子夏洛特公主以及路易王子,如今清晨成为了凯特最忙碌的时间, 由于拒绝让王室安排的专业保姆帮忙,凯特既要照顾孩子们穿衣洗漱,又要给孩子们准备早餐, 还坚持要亲自送孩子们上学,这导致她完全没有了时间去享受私人空间。 第二个原因则是她喜欢凌晨出门的习惯被蹲守的记者发现,导致她遇到了被尾随的情况。 对于未来的英国王后来说,这种情况非常危险,凯特也就放弃了这短暂的休息时间。 尽管如此,凯特和丈夫威廉还是会尽可能地寻求隐私和私密空间, 比如,他们经常会带着孩子们去位于乡间的别墅居住,又或者把孩子们交给凯特的父母, 然后去皇家巴尔莫勒尔庄园的一处私人住宅,享受两人独处的时光。 当他们住在巴尔莫勒尔庄园时,那里的居民经常能在附近的餐馆发现两人一起享用午餐, 当地人并不会因此大惊小怪,大多是简单地和他们打个招呼,尽可能不去打扰他们悠闲的时光。 威廉·凯特享受私人时光的方式,其实也是王室一种不成文的传统, 比如曾经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她在每年休息的时候就会前往巴尔莫勒尔庄园, 和家人们待一段时间,然后和丈夫菲利普亲王去庄园内的一处小屋安静地住上半个月, 期间他们也会邀请一些自己的客人,据客人透露,在那段时间里, 他们不是高贵的君主和亲王,只是最简单,最普通的夫妇。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雷根·马克尔发现自己刚入住桑德汉姆宫时, 他和王室成员们相处得很尴尬,这主要是因为他不了解英美两国之间的文化差异。 举个例子,雷根说,他理解不了,英国人会觉得拥抱一个陌生人会有多么的难堪。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坦诚,他意识到王室成员个人和彼此之间的拘谨,甚至在私人场合也是如此。 在Netflix的纪录片《哈里和梅根》中,梅根谈到了他第一次见到哈里的家人,并描述了他的反应。 梅根回忆说,当威廉和凯特来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凯特。 我记得我穿着破洞牛仔裤,光着脚,我喜欢拥抱,我一直都喜欢拥抱,我没有意识到这对很多英国人来说真的很不和谐。 我开始明白,他们不但赖表拘谨,内心也是表里如一地拘谨的。 哈里王子随后在他的回忆录《斯泰尔》中透露了他对同一时刻的回忆,描述了他的哥哥威廉王子是如何被梅根见面时的身体接触所震惊的。 哈里说,他们在弗罗格木尔别墅进行第一次见面,威廉穿着漂亮的衣服,西装革履,打扮得很认真。 他解释说,我介绍了梅根,他凑过来给了他一个拥抱,就完全把哥哥威廉吓坏了,他畏缩了。 他还表示,虽然他的哥哥通常不会拥抱不认识的人,但梅根这样做很正常。 他继续说道,也许威廉希望梅根对他行屈膝里,这其实应该是第一次会见王室成员时的礼节,但是梅根不知道,我也没有告诉他梅根与王室成员的第一次会面很尴尬, 梅根之前也有过不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的情况,包括2016年在温莎城堡第一次见到女王时,哈里不得不提醒他必须为女王行屈膝里。 梅根回应说,我们在车里开车,哈里说,你知道怎么行屈膝里,对吧,我还以为这是个玩笑呢。 记录片里,哈里接着说道,你如何向美国人们解释这一点,比如,你怎么解释你向你祖母鞠躬,你需要行屈膝里,尤其是对美国人。 这狠在家里光着脚,穿破洞牛仔裤以及与陌生人拥抱,都是美国人热情,开放的象征,而严谨,内脸都是英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要求,这没有什么对与错,只能怪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文化差异。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